我們再看下面第十 第十尊 安允降 見 宋逆 安允 這上面是個允 但在這裏讀下面一個字同音 和下面安允同 新安 心吻 五族 八虎 不能拿 故若安 山崩 地陷 不能動 故若韻 安允這兩個字 標準 念老童我們講出來了 什麼叫暗 什麼叫暈 五族 我們住現在是五族惡勢 造惡到極處 一般人都忍受不了 所以 祂不安 現在這個社會 確實 富而不樂 貴而不安 貴是有地位 有崇高的地位 不安 不像古人 古時候有安允 現在無略 八虎 現在非常非常明顯 生腦 生腦病死 嚴重 今天不經歷的腦醫生 跟我說 現在人的病苦 比以前 增加十倍 都不止 病從哪裏來的 從飲食來的 現在食的 都不太好 沒有安全感 土地被污染了 種的東西好像生得很大很好看沒有養份 科學家測驗養份以前很小 但是現在生得很大真正養份 只有以前小時候殺的十分之一 它沒有養份 泥土被破壞了 水資源被破壞 你怎麼好 所以小孩子小時候 就得到很多奇怪的病 都醫不好的 和我說到現在的醫學 可怕了 現在不病得 醫生不同人醫病 醫生搖錢 他如果把你的病醫治治好 他就沒有錢賺了 他要拖你 用這種手段賺你的錢 這是個什麼世界 我們聽老人說 中國以前舊社會裏頭 最受人尊敬的兩種人 一種是讀書人 一種是醫生 這兩種人為何受人尊敬 他是救世的 他是救人的 教書先生 叫窮壽彩 從前不可以講學費 講學費 這樣就變成生意買賣 這樣就是學店了 這樣就很難聽 老師教小孩子 是不收學費的 老師生活怎麼好 那些家長 有錢的 奉年過節 多送點供養 沒有錢的不用送 還有家庭很困苦的 老師有時還補貼學生 所以教書雖然窮 受到人民 尊重 醫生也是 醫生遇到病人救命第一 有什麼藥 他都真用 病醫好之後 你家有錢 多供養 你家貧窮 供養不起 醫生連藥都送給你 你家貧窮 他是救命的 他不要錢的 所以這兩種人在社會上 受一切人的恭敬 你家貧窮 現在沒有了 現在都是店 都是生意人 醫院也變成商業 商業化 學校也成商業化 學校老師上課 大約救不到一半 剩下的點 開補習班 通知你的家長 去補習班導學 不去補習班學 你考試的時候 考不合格 你說怎麼好 所以每個老師都有補習班 收入就多了 那種做法 這種做法是以前社會的人 想像不到的 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 佛法 我們剛剛出家的時候 老和尚想跟我們說 叫我們放棄學經教 你學經教沒有用 你學經教沒有用 他賺不到錢 你沒有運吃 那何時經參佛士法會 這些賺錢 做佛士都有價碼的 都有價錢的 你說有什麼辦法呢 我說我不是為了這樣出家的 我是為了佛法殊聖 佛法非常好 好喜歡 能有機會成全 那麽是好事 最辛苦 要無所謂 佛弟子本來就是 三意一撥 日中一食 樹下一酥 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太多了 有間屋仔遮風避雨 能吃得飽穿得亂夠了 其他的不要了 一生 接受老人的教誨 因悶深入 長時分修 發起充滿 夫子說得沒錯 可疑時集之 不逆月虎 那個月 就是佛法說的 發起充滿 現在的佛教 寺院 好像也慢慢變成舖頭 這個問題嚴重了 要真正發心的人 寫己為人的人 要專攻 敬教 老師沒有了 老師沒有了 方法在 只要依照那個方法 一樣可以開悟 這個方法要相信 不是迷信 你想成就 一門深入 長時分手 一生記住這句話 無論是學餘 學佛學道 中國傳統的學術 你想真正有成就 你供一樣 點個學法 就是讀書千篇 其二自見 因爲 經論的份量 差別好大 波野心經 只有兩百六十個字 那我念心經 得不得 念心經 不可以計算次數 計算次數 你收不成 它太短了 那怎好 從頭到尾讀 一次一次 這樣讀 要讀幾多詞 讀十個小時 同你計時間 每人不可以間斷 一日讀十個小時 讀一年 那讀上一年 其二自見 其二自見 心經道 講什麼道理 你能說得出來 一千次是小誤 這一年 一日十個小時 不要間斷 世間一切通通放下 那讀先答 這一千次讀完 小誤 再讀第二個一千次 第二個一千次讀完 就大誤 再讀第三個一千次 可能你就明心見成了 大誌大誤 所以 不用老師 三千次完成之後 大誌大誤 你就是好好的老師 你講般若經典 不會講錯 一敬通 一齊敬通 所以好似《華嚴經》 《華嚴經》 我們看譯的 三次翻譯 除了重複那部份 一共九十九卷 從頭到尾讀一次 通常《華嚴法會》 裏頭 從頭到尾讀一次 要五六天 他們一日大約讀四個小時 上午兩個小時 下午兩個小時 如果讀十個小時的話 我估計 能讀十卷 一個小時可以 讀熟的話 一個小時一卷 初讀的話生疏 一卷要兩個小時 九十九卷 一年讀完 一年讀完 大約只能讀過幾十步 上千步就很難 就讀幾十步 這麽大的經典 這麽大的經典 以十年 為期 你先讀三年 三年小五 再讀三年大五 再讀三年大切大五 無私自通 要相信這句話 要相信這句話 這麽說法 大乘佛法八個小時 都可以興旺起來 大乘佛法八個小時都可以興旺起來 真法圓 真納致 將大乘八個小時 恢復起來 這個方法 古人亦有 中門教下都有 自己 到那個時候 會有感應 感應 感應佛菩薩 來幫你印證 總要有人印證 佛菩薩會幫你印證 你的成就 感應 感應佛菩薩 和你印證 你在這個世間 就可以有些 真正這樣的學人 你就有資格和他印證 所以聖學 未必要路視 要有恆意 要有恆心 要有定供 永遠不轉彎 永遠不換題目 為什麽 他和文字沒有關係 他和言說也沒有關係 他和什麽有關係 和心有關係 什麽心 什麽是道心 我們經題上有 清淨心 平等心 覺心 覺就是自見其二 覺有大覺 有小覺大覺 有徹底覺悟 深淨心 淨心不同 都在功夫裏 最小的功夫就是清淨心 清淨心生智慧 染污的心生煩惱 不生智慧 平等心生智慧 清淨心是小乘 平等心 平等心是大乘 大乘 沒有分別 萬法和我是一體 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根本身生氣 覺是成佛 化妍 原教 初註菩薩 就大徹大悟 明心見性 那就是覺 覺裏面 有四十二個位置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這四十 等個妙國四十二個階級 這四十一個階級住十部土 妙國回上直江 所以這裏講 五族八虎不能撓 山崩地陷不能動 我們現前用得上 社會動亂地球災難普遍 確實山崩地陷 山崩現在叫土石流 地陷大地突然凹下 上游 地陣海嘯 還加上瘟疫 到處都有 所以 修學法法的人 首先 心要安穩 這兩句話是要學的 五族八虎不能撓 山崩地陷不能動 念佛的同學 有特別方便的法門 這就是一句佛號 五族八虎阿彌陀佛 山崩地陷亦是阿彌陀佛 心裡頭 只有這句阿彌陀佛 除阿彌陀佛之外 什麼都沒有 通通放下 只有一個念頭 求生西方祈樂世界 等阿彌陀佛來接人 這就對了 有宗的陸陽 永明賢壽大師的著作 它裏頭有這樣的兩句話 安穩快樂者則直靜妙償 是佛法裏面常講的 安穩快樂是世間人講的 直靜妙償是佛法裏面常講的 而是相同 指示我們怎麼修 下面是念腦的註解 又直靜妙償 即償直降 是知生滅滅耳 直滅為樂 這個是安的意思 三制一如無去無來 是穩的意思 這個意思就高了 真叫妙 美妮陀佛於直靜妙償眾 妙綱普照 咸令眾生安穩快樂 離豬生滅 視明安穩降 如何安穩?不起心不動念就安穩了 六根在六塵境界道練 練不起心不動念,這樣很難,我們沒有資格 為什麼要見性的菩薩才有資格? 實報圖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這種資格 我們現在給他賜一等,我們心道只裝阿彌陀佛 除了阿彌陀佛之外,什麼都不放在心裡 接近了,接近安穩妙償 這種功夫必要,怎麼在這個動亂的社會 在災變的地球上,令我們心安 下面兩個字,離得,你明白了,心就安了 一定要知道,所有生滅法是假的 社會動念現象是假的,環上,地球災變也是假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人心嚴護,人心妄動 所感到的現象,所感到的現象 念佛人,將那些事理都搞清楚了 不受障礙,不受障礙 你動我不動,你亂我不亂,我能受得住 只守住這句阿彌陀佛 信願慈明,往生靜土 下面他講妙江普照 展開經卷,讀緊經文 就是妙江普照 為什麼?我們知道真妄都不可得 心回歸到自性 這樣就安穩快樂 離諸生滅 知道一切法不生不滅 生滅是假相 不生不滅是實相 是真相 這樣就安穩了 所以安穩我們可以得到 下面第十一 超日月降 這句容易懂 靜影藥 靜影塑裡頭講 過世是實相 過世是實相 過是超過 超過世間的實相 超日月降 超日月降 趕空恆經經大使人 正隨崇興大師講 歆十一夜行趙 一夜行趙 升級ций底 萬仇 就是如來的安穩鋼 真的 從來沒有終止過 只是我們見不到 鋼世界真的叫光明世界 我們雙眼有局限 但我們看到的鋼比這些光波長的看不到 比這些光波短的也看不到 實際上能比我們見到的光波長的不知有幾多 短的也不知有幾多 如來所放的鋼 一切波度通通看得到 我們有障礙 所以要怎樣才能見到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光線 閃定就做得到了 換句話說 我們能將妄想控制住 閃念控制住 看不到的光我們也能見到 那個時候宇宙就變樣了 就不是現在這樣 科學家說的 不同圍似空間 科學家證實 空間圍似至少有十一度 我們地球上人 是在三度空間 海恩斯坦說的第四度是時間 我們加上時間最多是四度空間 實際上四度空間的 真相我們只能靠古的 我們見不到 所以說那些光的問題 我們看到科學報告 慢慢能理解 慢慢能用它來解釋 是佛江 佛講的江 光明遍照 叫超日月 談聯法師的讚 寫得好 光明照耀過日月 歌是超過 故佛號 超日月降 下面有引用 超日明三昧經 這部經常講的 這部經常講的 有 一段話 那段話很長 到節錄在經裡頭 日之光明 照耀現在是 是 太陽 照我們現在的事 人物軟動 白穀若木 第一句 第一句 是講動物 第二句 是講植物 第三句 是誅天 農神 誅天農神 佳恩 日成 普登 謀活 換句話說 他們都是靠 陽光 陽光 如果沒有陽光 就沒有可能 存在 動物 植物 和鬼神 天龍八部 都要靠太陽 這些或者是經常講的 偷離四黃 一定要依靠日月的 特別是日光 月光 月光也是依太陽 好得謀活 日不能照耳鐵為間 亦不能照人心之本 令開達也 確實未聽過 曬太陽 會開悟的 沒有 所以 它沒有辦法照人心 但照有形 不照無形 無形的 不用它的鋼 不照 超 日明三昧 所以聖者何 這就是 修定 這個定個名叫 超日明三昧 所以聖者何 它殊姓在哪裏 樹照十方 無邊無際 三界五道 微不設唱 這是修一種定 那種定 修成之後 放鋼 就是超日明三昧 三昧是梵語 從異師常犯 就是禪定 那種禪定的名叫 超日明 這種禪定的作用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突破了空間 它能 照日月照不到的地方 它能照 日月有邊際 這種三昧無邊際 是修成的 講三界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就是六道 五道 三界五道 五道是不講阿修羅 阿修羅在欲界天 算是欲界天的一道 如果六道 就加上天道的阿修羅 實際上阿修羅 在六道裡頭 正是指天阿修羅 通通道有 天有阿修羅 人有阿修羅 畜生有阿修羅 鬼有阿修羅 地獄有阿修羅 六道裡頭 正是指天阿修羅 其他阿修羅 在哪一道 就屬於那一道 人阿修羅 就在人道 阿修羅有大福報 有大威德 但是 他傲慢心很重 好鬥 好鬥 喜歡打架 喜歡發動戰爭 所以 這樣的阿修羅 死了之後 他就墮地獄 他做的不善業很多 傷害人很多 那就是三界五道 微不設上 這個 定 超日明三昧 修成之後 能見到 六道 六道輪迴裡面 動物 動物 植物 天地鬼神 通通看得到 能見到 這樣說 我們相信 功夫淺的 我們見過 功夫深的 看整個六道的 我還未見過 見到鬼神道的 我見過 我們年輕的時候 有個同學 明演法師 還有個發容法師 我們童年 好朋友 那兩個人 都去學物 跟個上司學物 發容 修不成 心不專 不認真 明演 好用功 好認真 他修了一年 跟我說 他能見到鬼神 他說在平時 是在六十年前 平時 就是通常 大概下午 到五點鐘 開始 街上就有鬼行路 鬼的朝早 他們就有出來 好少 到夜晚九十點鐘 密密麻麻 周圍都是 到快天光 一陆紅 到四十五點 找到鬼神 我和阿彌爺 就是 天梅 天梅 。 他可以看到 與我們有用啊 便可以看到過世的 與我們的生活 是牽涉的 明掩法师是个很老实的人 不会打妄语 不会骗人 我相信他是真的 那时候我劝他 我们童年 他月份给我小 我劝他去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 他跟我说 学经教很辛苦 学会了告诉别人 别人未必会相信 他说我学习物 就想学神通 我一现神通别人就相信了 所以那时候我看他的相 是亮面上发黑 不是亮光面上发黑 我去台中庄这件事情 和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人光有智 真的 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过世那年正好 我们三个命运相同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那年 三月发庸过世 五月明掩过世 七月我病了一场 我就知道时间到了 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我也不找医生 也不服药 我那时候想医生只能医病 医不到命 生命到了 你找医生有什么用 念佛求往生 念了一个月病好了 第二年 第二年 我在善导寺 遇到今朝活佛 今朝活佛又跟我说 他说我们平时在背后都说你 我说说我什么 说你人都几聪明 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 我说这样 这些我不忌讳 在我面前可以说 我说我很清楚 他说你现在不同了 那时候我讲经 十二年 我三十三岁出来讲经 十二年 对十二年 他说你讲经这么多年 屡绩的功德 他说你寿命会很长 你的福报会很大 是修理的 念头转 自己受命不要了 住在这个世间做什么 祝佛为命 弘泛离生 弟弟统统放下 老师就是张家大师 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 叫我读释迦牟尼佛 读释迦方字 那时候那两本书找不到 大藏经有 我们在线道纸 将大藏经找出来 好在 不多长 释迦方字只有一卷 释迦牟尼佛有四卷 我们就抄了一份 老师说 学法 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不得 你如果不认识它 你会走弯路或走错路 你一定要认识它 向它学习 这条是张家大师指给我的一条路 我们一生就走这条路 走得好辛苦 想想 释迦牟尼佛三依一搏 释迦牟尼佛一生 未建过道场 哪里 请它 就去哪里 所以我这一生 亦过行云流水的生活 哪里有余哪里去 不是一个地方 和一切大众结发圆 晚年求生静土 尊宏静宗 尊宏无量寿经 夏年佬的会集本 这个版本是你老师给我的 也就是说有成全 老师祝福我 那时候没有人学这种版本 他将这个版本交给我 我读完之后非常欢喜 我想说 老师说不行 时节因缘未到 那时候他这么说我不懂 他说你先好好收住 事后到的时候 你再说 我不知道 这种版本 有这么多人反对不知道 一直到老师 都往生了 很多人未见过这种版本 我将它拿出来 给大家看 每个人见到都欢喜 那时候我在美国 我第一次说 好像是在温哥华 第二次在旧金山 前面两次宣讲 在美国 在加拿大 以后 这些港记 传到台湾 台湾跟我 找我说 那时候说 台湾没有人反对 隔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这些年来 我们照这部经 批评的人很多 反对的人很多 所以 凯然老和尚为我们表发 和我们做证明 这部经是真经 诸是正知正见 因为依照这部经修行 不会有错 大家心先定下来 所以凯然老和尚 大概就是等着 为我们化解这件事情 活到112岁 如果不是他早就走了 他给我们证明 纪录世界真有 为我们证明 阿彌陀佛真有 四十八元 接引往生 绝对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那来和我们做证明 让我们的心坚定下来 不要有怀疑 好难得 真不容易 下年居的会集 真经 黄念祖的注解 正知正见 我们这招这部经修行 一点都没错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